等不到王丹道歉 控诉遭姓骚的前清大理性学生 去赚控告 而同一时间王丹脸师也透露 已经提前返台 坦诚面对司法检视不会逃避 但绝口不认姓骚也不道歉 王丹遭起底 当初能到清大教书 其实是靠着政治力 后来清大暂停王丹续聘 王丹说是赖清德打电话 邀他去台南教书 若他真是姓骚恶郎 到底是谁在纵容 谁在养他 赖清德也必须悬安勒马 一个介入姓骚 这么严重的市政的一个人 他怎么可以再继续在台湾教书 绿营从总统府资政 到党中央狂掀起信骚风暴 但事发五天后 蔡总统才在脸书道歉 说要检视职场性贫制度 还要检讨申诉管道 但总统府资政研制发射信骚 更奉刺的是年初国民党提案 检讨信骚申诉制度 阻挡的就是民进党 今年初的时候 国民党党团曾经提案 要建立一个信骚 他的申诉更好的一个制度 竟然民进党是全数表达反对 那请问一下民进党 你真的关系信骚吗 还是修法来做党箭牌 光是连台北市劳动局的报告 你都交不出来 到现在还不肯交 你现在还好意思去大话说 你要去修什么法呢 那他现在不是要打理自己 问题不在制度 在那些人你怎么处理 王丹投桃报李 要大家一定要投给赖清德 当初铁汉支持民进党的年轻人 遭遇性骚或霸凌 不知道是不是还继续挺绿 记者黄明君 王志涵台北采访报道 请记者 杨语台北采访报道 算不上 那には 感谢观看